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都市白里面可能普遍存在一个压力过大 就是比较焦虑 睡眠上可能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 通过听大自然的白照音 有一种它能够转站地进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我是一名大自然声音录音师 我的主要工作室 录制一些大自然里面的常见的一些声音 我收集过雨的声音 水的声音 还有风的声音 还有火的声音 大海的声音 湖泊的声音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叫做芸汐足镜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来收集一些下雨的声音 声音给着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安慰 因为雨的声音它给它安全感 因为雨的声音它把你周围的所有的声音 都可以给你隔离掉 就相当于把你整个人 跟另外一个世界隔离开来一样 这个水潭的一个地理位置非常好 因为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低洼的一个地方 雨水从树上掉到水面上 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响 所以这个声音在我们听起来 非常有空间感 非常清晰干净 我之前的工作是互联网产品设计师 因为工作强度比较大 节奏比较快 所以经常会加一些斑 所以很早的时候我也是一个失眠患者 重度失眠 后来找到了大自然拍照印 发现这种声音对我的失眠环节 它还挺有用 比较印象深口一段水深 当时是夏天吧 很舒服 然后我当时在录这个声音的时候 就是进入了一种睡眠的一个状态 那个水深彻底把你给放松了 然后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 然后慢慢睡醒 就是很舒服 就可以入睡了 没有那种感觉 从2013年开始 然后第一次开始尝试去做 大自然声音的一些采集 然后当时是一个在杭州植物园 然后走着走着就 发现我前面一个石灯上躺了一个人 可能是睡着的状态 旁边放了一本书 书页是翻开的 我把当时那个环境声音录下 当初做这个自然声音 也没有料想到后来会有这么的人喜欢 这点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有些人就加我的好友 他什么都不说 就说一句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声音 很直接 很简单 现在国人其实普遍压力都比较大 现在城市的这种建设 用力什么的破坏了一些环境 也是让他们勾起了这么有点伤心的回忆 有些声音就再也没有了 蛮多一部分人就是听这个声音呢 就是让他们回忆起了一些小时候 或者说在乡下搭过的那段时间啊 那种回忆吧 通过听大自然的白照音 有一种它能够短暂地进入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虽然它不是身边其境的现场体验 但是这个通过声音 它也有一定的缓解疗效的一个效果 凌晨2点钟之后到5点钟之前 这段时间是 这时候你出去录的事情会很干净很纯净 有些就是靠判断 靠你通过地图上去判断 它那个周边的噪音影响大不大啊 这个交通网密不密集啊 要避开这种环境 对我来说有些可能会有意外之起 但有时候真的会白跑一趟 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这么录可能会有点迷茫 因为录下去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干嘛 就是有一次去一个山山顶 那是冬天的时候下着雪 露着露着就发现那个地面开始结冰了 当时就很害怕 这个路面要是结冰之后 封山了下不了山怎么办 然后也没带吃的 要是在山上挨个两天不会被冻死了 我当时就在想 我干嘛干这么一件蠢事情呢 我干嘛去录音呢 所以那时候就是挺心灰意冷的 这么吃力不讨好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持续去坚持 就现在不管是生活中还是在户外 就会有意思地去流一些 比较有趣的一些声音 在树林里面走动的时候 这个雨水从这个竹竿上滑 滑落下来的这种声音 可能很细微 但是也会去观察 我觉得声音它能传递的东西会更多 它能够影响人的一个情绪的变化 我只想把这个环境下 当下最好的一个状态 把它能够记录下来 宣传给喜欢听的人